喜歡玩車的朋友們 不只要玩大車 有些人會喜歡收藏 各式各樣的模型車 甚至要玩小車 怎麼個玩法呢 這個浮誇的蘭尼克先生 玩火啊 這個是什麼特殊的車子 你現在在幹嘛 你點火 我現在點火... 點火做什麼 這樣能幹嘛 加熱 我們把它加熱要做什麼 好 隔著 小心火燭 這是專業示範 好 點了之後 點了之後 這個東西是其實玩模型 玩到瘋掉了之後 就開始看一些藝術品 這個其實你可以把它定位成藝術品 因為它其實這個是一個 國外的一個大人的玩具 這不是給小孩的玩具 因為它是有一個作用原理 是用Start Engine的作用原理 它是藉由熱能 藉由熱能 然後轉成動能 然後它這樣就可以是一個 動態的一個呈現 它最主要是有些細節工藝 就是說它金屬方面的加工 你可以靜靜的看 你可以覺得它很多細節 是很漂亮的 是 是真的 對 它最厲害的 因為這個需要預熱時間 我看一下 它今天稍微預熱之後 它就可以往前走 它真的在走 自動的往前走 很像整形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來個 碰撞測試 不要碰撞測 它離我遠去了 它是藝術品 然後停下來的話 你只要把火洗下來 吹洗就好 把後面的火吹洗 趕快看看這個車 後面有火 真的是有火 所以你把它吹洗就好 祝你成日 月夜性還不錯 還可以月夜性 它直接跨過你的手機 停了... 有 它其實就是那個熱能 對 就變成說 它有很多的系列 當然這個東西 今天帶來這個是汽車 它可以有動態的往來跑去 不會 不要摸到後面 後面那個就會燙了 後面有火 對 它也有另外的其他 像最近有些什麼專遊警 由於是對於這些機械控 機械控的這些 有的時候你擺在辦公室 哪裡的時候 是非常療癒的 因為就可以拿動 幹嘛之類的 對 因為它真的就是靠著機械 然後一些機構去作動它 它那些活塞那些 應該要很精密 對 它非常精密 所以我剛才說 這是一個所謂的 大男孩的玩具 對 大男孩的玩具 又何嘗只是這麼一台 小小模型車 今天還有浮誇的玩具 蘭尼克你帶了什麼 那是一支錶 浮誇系列 好 我先戴一下手套 因為 是真的很貴重 大家猜猜看 大概多少錢 不要問比較沒事 總是要說少一點 老婆不會吵 這是什麼特殊的錶 這次戴這支手錶 它一樣是跟以汽車為設計靈感的手錶 那它這個主題 它一樣是McGary NBF 然後它的系列是8號 我都叫它8號 那個HM8 那它是主要設計靈感來源 是從這個所謂的KAM的一個賽事 那這個是在大概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是專門是for加拿大 跟美國的地區的一個賽事 那那個年代因為非常的瘋狂 然後大概 我記得說大概是有7個組別 那最快速的組 幾乎都是所謂的 台灣所謂的無限制改裝 就是你要怎麼改都可以 所以說它就藉由那時候最快 那時候也有所謂的原型車組 那它的靈感來源就從側邊 就會側邊它是鏤空的 你們可以看到側邊的話是鏤空的 像是側邊是鏤空的 它也是很有那種工藝很漂亮的 側邊是鏤空的 它的概念 我幫大家轉一下好了 它鏤空它的概念來源 就是所謂的車子的骨架 那是有防棍龍 然後它就鏤空 那它最主要 另外一個在錶裡面比較特別 是它一般自動上電盤 是在錶的後面 它設計在前面 就是用一般機芯的話 都是等同汽車的引擎 那它們就可以把它設計反過來 那它機芯 你直接看到機芯在運轉 你就不用刻意想要 看它轉的時候翻過來在那邊轉 因為男生看到這種 我會動的東西就是療癒 療癒 就會莫名的興奮 那它一樣就等於說它反過來的話 反過來也是有 它反過來的話就是像汽車引擎蓋 像汽車引擎蓋這樣子 那它最主要最一樣 跟上一次我帶來的那次一樣 它一樣帶在手上的時候 你一樣開車 瞄一下 瞄一下你就知道 它直接視覺上 你不用這樣看手錶 從代表的人的角度 你就直接這樣 你代表的人然後你開車 你就可以知道幾點幾分了 它就用這樣的設計概念 完全就是依照以汽車為主 為什麼說浮誇 因為它是300多少萬 你就當它300萬就好 就是至少要準備300 對 其實這個東西它還有出 像這次帶來這個是玫瑰金 你有一般泰銷金可以選擇 就看你喜歡哪一種 對 就是真的很愛車的人 然後他覺得這是一個機械的工藝 然後他把它當藝術品在欣賞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買表買太多 可能大概都差不多 他們就會開始想要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要不然你說大牌子大概就是 那些大牌子大概都是 你都是要這樣代表 但是其實我有一支這樣錶帶出來 你不知道我這是什麼 跟你不一樣吧 我就不一樣 對 但是你說到它的精緻度 跟它的價值其實都同等的 而且它多了一個創意性 你可以把它當作手錶 你可以把它當作藝術品 對 它其實是真的比較偏藝術品 它又能夠精準的告訴你時間 然後它又某種程度上面是有品位的 它跟車子是有連結的 其實跟車子有連結的錶 也滿多選項的 小許你那個錶也是跟車子有點關係 是啊 是啊 其實我 平常我戴在身上的這支手錶 它真的是實用又好玩 我來上節目也都是戴這支錶 大家可以看到 這支手錶乍看之下 好像就是一支普通的錶 它旁邊有兩個按鈕 可是再仔細看 這按鈕旁邊的說明 它不是什麼Adjust 或者是什麼Light 它是Lock Unlock 對 它是真的一個遙控器 它可以去控制車鎖的開啟跟解除 它可以上鎖跟解鎖 而且它很神 它不只是一個遙控器 它本身還是一個Smart Key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智慧晶片鑰匙 各位看到後面這邊有寫 Smart Key的字樣 也就是說你今天戴的這支手錶 你走到車子旁邊 它就會自動解鎖 甚至是說當你今天鑰匙 晶片沒電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錶體本身 靠近我們車子啟動那個按鈕 就可以做強迫啟動 所以它手錶裡面有電池 這個電池是給晶片 還有遙控器去做使用 它本身時鐘的功能 是用太陽能驅動的 晚上它有夜光的功能 所以它就沒有Light的按鈕了 不過非常可惜的是 我這支手錶 現在只有時間的功能 它沒辦法遙控 為什麼 對 這支手錶它是對應2003年 在日本豐田它推出的 KROM皇冠這款車 它所做的一個選配的東西 所以這是車廠推出的 不是我們自己去改什麼都不是 當時Toyota它標榜了 就是世界首創的選用的配備 然後選配的價格 高達了4萬2千塊日幣 算是相當的貴 這款車它沒有進來到台灣 我這支錶 我當時弄到手了之後 我也跟100多人一起研究 就是我有兩個朋友 一個叫100 一個叫多人 這兩個都是駭客 我們研究了一下發覺 這支手錶它的晶片 沒辦法跟其他的車子的晶片 做對考 但是它時鐘的功能是OK的 而且因為我自己 以前年少輕狂 去買了一台這個皇冠 這是我手上的皇冠 當然它這個車子比較老 當年它也沒有這種東西來選配 我就想說 既然我有一台這個皇冠 如果今天弄了一個皇冠的手錶 戴在身上 那就好像無時無刻 我的車就陪在我身邊 所以我知道這個手錶的時候 我就千方百億想去弄 可是弄這支手錶也不太簡單 因為皇冠這台車子 它在日本 它是一個老人 老人家的市場的車 大部分的車主都是那種 55歲以上的老人家 老人家一方面他比較不接受 這種吸引的配備 二方面一般老年人 他們在戴的錶 通常都是有感情 有故事的 你要他為了買一台新車 去換他的手錶 他一般也不願意 再加上這種有解鎖功能的錶 要是哪一天不見了 車子可能停在路邊 就被人家戒走了 所以當年他手錶的選配的情況 也不是很踴躍 甚至他這個是第12代的皇冠 在第13代的皇冠 就沒有這個選配了 真的 其實這個手錶在台灣也出現過 我們2010年那個時候 納智傑推出的Sed-in 當時玉龍他也推出了一個 選配的手錶 功能跟這個差不多 但是他做得比較厚 而且戴起來的手感 沒有那麼的舒適 加上你要花8000塊選配 再等8個月的時間 還要等8個月 有錢還要等 對 因為他可能要去烤晶片什麼的 所以選配的情況 不是非常的踴躍 回到我這支錶 這支錶當初流出來的數量不多 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我在日本當地的朋友 他也找不到 所以我最後只好找網拍 網拍那時候我想糟糕了 這個錶它到底是屬於手錶類 還是屬於汽車鑰匙類 而且你要想一想 當初選配的人就不多了 然後又再把車子處理掉之後 通常我們這種錶留下來 當自己做紀念 你還願意把這個錶拆賣了就更少了 所以我大概也是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才在網路上找到 才可以戴著這支手錶到處找搖 然後想像自己擁有那台車 雖然台灣人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其實很多人玩哈雷 世界上沒有一台哈雷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都想要與眾不同 等一下讓大家看看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改造過後的車子 馬上回來 所以我們會看到所有電視 我們在一起